不管遇到什麼樣難過的事情 會不會他拍完這個太陽的後裔之後 我很想要我自己試著想要問 不管他拿手機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男生想要把他的手機拍掉 會不會 個人的質問인데요 太陽的車輛 끝나過後 如果有男人 憲俊斯的手機拿著 看著... 會不會 沒有 沒有 因為他沒有手機 因為他沒有手機開了 大家要小心 他那個摔掉 摔掉 那就很貴嘛 手機 要小心 聖忠祺是 那個... 照料하기 전에 演習을 많이 했었어요 聖忠祺先生 他也是拍 戰爭拍 那場的時候 他也是練了很多次 也練了很多次 才拍出來的 有摔掉幾隻手機嗎 摔壞 摔壞 但運動心情很悪心 是很快 抓到了 然後 師傅先生 或者是 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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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他那個運動神經很強 所以呢 他比較容易做到的 當然是 下面 看不到的 那些地方 那些工作人員 電了一些東西 萬一萬一掉下來 就會 破掉嘛 所以是完全沒有摔... 沒有摔壞到任何一台手機的 太厲害了 人摔 運動神經又好 又能跟我們社會長小姐一起演戲 不過還是